再来关心资深艺人孙鹏的住家 在今天上午是被台北市行大 以及检调人员来搜索 那根据了解他住家呢 一次有被查扣了火药以及匕首 那目前呢孙安佐人已经被带回征讯 那这件案子不排除可能 与之前在台北信义区亮出火枪有关系哦 那其实孙安佐日前才在泰国惹出呼麻风波 15号他跟他的朱姓 经纪人就现身在台北信义区的夜店 结果呢因为经纪人腰间挂了火枪呢 引起轩然大波 不过呢当时这名经纪人是强调 当时把火枪是由孙安佐自制的 射击范围不到一公尺根本就没有杀伤力哦 当时孙安佐的经纪人还说呢 打算呢量产这个火枪让大家来订购 甚至八月底办活动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孙安佐是非常热爱军事武器的 也常常在他的IG脸书 以及YouTuber分享一些军武相关的动态 那他过去就在美国时 就因为只有大量的枪械跟弹药 被关了两百三十八天后 被遣返回台 那不过他回来台湾之后呢 又因为玩火枪 差点被城市科大来退学 近期呢则是高调在研发 兵器还是要半展染哦 那这回呢就是疑似呢 就是因为新一区火枪案件呢 住家呢被查扣 被警方来带回 目前还在征讯当中哦 那目前呢 详细的原因呢 警方都还在理解当中 以上是现场为您掌握的最新 我们发生了一天 去下转发生了一天 几天 我们发生了一天 您呢 我们发生了一天